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俊宇 今天是2023年11月20日 星期一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說話說 竟然有KOL涉及縱火案 據報正是昨天 即是縱錯火的案件 是怎樣的過程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邊廂也說說各大治安消息 有些粒粒亂 首先旺蓋店舖 遭到盈軌 裡面的夾娃娃機被噴紅色油 另邊廂油麻地 又有人入房 入賓館房間搶錢 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整理一下 說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另外也要跟進一下大衛 據報有一間中學 竟然涉及賊主力場 這跟幾個月前那個康城單位的情況類似 不過就嚴重過康城很多 和各位一起了解各單新聞的進展 首先說說這宗新聞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九龍堂漢堡包店的東主疑似欠人錢50萬 前女友25歲的KOL 涉及插劃縱火 追債被捕 報導的內文提到 昨天11月19日凌晨 九龍堂健身中心 租人投擲汽油彈縱火 一間酒吧對開地上被大火燒黑 警方經調查後 相信帶逃縱火的真正目標 是酒吧鄰近的漢堡包店 並以涉嫌刑事毀壞 普通襲擊 還有縱火 逮捕了一個25歲的本地女子 消息指 被捕女子姓林 是一位KOL 她和漢堡包店的店東 屬於前男女朋友關係 懷疑對方欠他50萬元的債務 有人於是策劃向漢堡包店中火追債 警方仍在追測兩名涉案的歹徒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話說這件事 昨天最初以為是一個男子 原來是這個女子 還要是一位KOL 不過報導當中沒有說到她是哪位KOL 年紀很輕 25歲 據報KOL自己親自插劃去縱火 追債 結果扔錯了汽油彈 因為她明明目標是漢堡包店 誰知道扔到旁邊的酒吧 然後整件事亦有閉路電視拍下的關係 很快就抓到人 想不到被捕的女子姓林 是一名KOL 另外亦說過這件消息 話說由麻地廟街賓館的男子 租到三個人 入房搶走150元 頭部手部都受傷 報道的內容提到 今天11月20日上午8時10時 警方接報 今早報案人在油麻地廟街253日的一間賓館 遭到一名本地男子 還有兩名非華裔男子入房搶劫 被人搶走了150元 報案人頭部手部受傷 隨後自行到警署報案 警方正在調查事件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都明目張膽 住在賓館 突然有人衝進房間 搶走錢 不過不見了150元而已 報案人頭手都受傷 未知有沒有前問後理 是否認識的 暫時未知 另外亦說過這件消息 根據HK01的偵查報道 話說大圍 佛教黃雲田中學 遺規擦主力場 擴建校長室 被揭發擦場面積竟然是康城單位的6倍 報道的內容提到 01調查發現大圍美林村佛教黃雲田中學 在4月擴建校長室的時間 遺規擦藥網3.6米乘2.7米的主力場 面積是康城擦主力場單位的6倍 學校承認成建商錯誤地 將其中一幅主力場拆了 並說已經即時 主動通報房屋處 在8月完成修復工程 工程由校董捐助的不懈公帑 不過房屋處說在6月接獲投訴 發現校長室部分結構場被拆 雖然對結構沒有即時危險 已經要求校方還原 教育局說已經指令學校調查和交報告 如果確認違規會嚴厲警告 工程師估計這個還原工程 或者需要30萬元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早幾個月 康城的拆除主力場事件 也可以說野來牽連大波 最終那個單位要還原之外 亦有很多不同的人士關注 那棟樓的結構安全 佳欣拆了主力場 話口未完 今次到中學 這是礦建校長室的時間 竟然不小心 不知為何拆除了主力場 然後事件被揭發 學校亦承認這件事 就說承建商錯誤地把其中一幅主力場拆 現在就已經還原地說 不過如果不是01報道 這件事可能沒有人知道 又或者不了了之 另外亦說治安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由麻地私家車被爆玻璃的納手背囊 警員到場調查 報導的內容提到 由麻地發生車內盜竊案 從事消防工程的余先生 在昨晚11月19日 將私家車停泊在由麻地廟家278號對出的麥錶位 今早請太太前往入錶時 發現右邊乘客座位的玻璃被爆開 車內的一個背囊被人偷走 內有文件、稅單、現金等個人物品 警員到場調查 暫列車內盜竊處理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由麻地私家車被爆玻璃 和背囊都不是第一單 日前有一個TVB 參加中年好聲音的參賽者 那部車拍在旺角的室內停車場 一樣被人爆玻璃 不知道是否新興的盜竊案 打爆你的玻璃 看看車內有甚麼東西 拿走 結果這部車主不見了背囊 有些現金不見了 仍然有待點算損失 另外有些亂說說旺角的店鋪遭到刑事毀壞 根據HK01的報導 這間店鋪24部夾娃娃機被噴紅色的噴漆 上星期都已經被人搏爛過那些機 報導的內文提到 旺角發生刑事毀壞案 在今天11月20日凌晨5時多 彌敦道旺角中心地下 一間夾娃娃機店鋪裡 總共24部夾娃娃機都被噴上紅色的噴漆 職員時候發現報警 估計清潔費用 約不需要用1萬元 警方正在翻查店內閉路電視調查 現場消息指 這個攝氏店的夾娃娃機 上星期都已經被人搏爛過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相當論盡 又是旺角 近期越來越多古怪的東西在旺角發生 今次到夾娃娃機的店鋪 被人臨油、噴油 這類的店鋪通常24小時運作 未必有店員 至於為何被人噴漆 甚至上星期都被人搏爛機 是否有前文後理 例如欠人錢等等 還要有待了解 另外亦都說過這單消息 又是旺角 根據HK01的報導 旺角男子疑似衝出馬路 遭到收製不及的的士 猛撞到頭 報導的內文提到 旺角發生車禍 今天 11月20日凌晨 一部載客的的士 沿亞街佬街往大角咀方向行駛 途經近西洋賽街的時間 懷疑58歲姓歐陽的男子 突然衝出馬路 但迅速走回安全島 的士收製不及撞傷男子 繼而產上安全島 掃爛約莫三米牆的貼欄 傷者長腹跨下位置爆胎 頭手受傷保持清醒 送往醫院治理 31歲姓歐的士司機 在場協助警員調查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話說這個男子突然之間衝出馬路 但又突然之間自己走回到安全島 令的士收製不及失控 撞傷他 事件中幸好雙姐清醒 不過過馬路的時間 麻煩看看有沒有車 雖然是凌晨 但那些司機 尤其是凌晨 獨有的時間都特別爽 你這樣過馬路的確是相當危險的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